八法拳 行义拳 梅花双剑 本届大赛美国赛区的选手们 共进行了110项比赛 我非常感谢新唐人 因为新唐人一直都是把那些 非常好的传统有传统意义 传统价值和传统文化的比赛 一直都在坚持着 有选手表示 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武术 身心都发生了变化 9岁的美国选手李河美 带来一套脸花拳 年纪虽小 却刚柔并济 第一次来会紧张 很紧张吧 李河美的妈妈表示 之前看了新唐人举办的大赛后 才了解到传统武术 特别是对武德有所要求 而孩子在学习传统武术后 很少受到数字媒体的困扰 身体也变得强壮 我就是很有正气 然后就觉得 哎呀 我以后养孩子 我一定 男孩我一定要让他学武术 但是我第一个是女孩 所以我也让他来正好 护兴大学再开学 老师呢还会跟他讲武德啊 所以他会比较能吃苦一点点 会喜欢动 就没有整天想坐在那里 看电视啊什么的 他会觉得练完身体舒服 一对来自武术世家的加州姐弟表示 传统中华武术 让他们找到了自己文化的根 结束今天的比赛 也意味着德国 台湾 以及美国三个赛区的初赛 就都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9月1号的复赛 以及9月2号的决赛 都将开放观众入场观看 在决赛当天还会进行全网的直播 新唐人记者雨婷上镜 新泽西州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